西方国家加码军援乌克兰 让乌军的战力大跃进 也导致俄军进展受阻 俄国外长拉夫洛夫不满呛瞎 表示北军北约的军援等同于是向俄国来宣战 警告最终恐怕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同时他也把话说得很酸 强调乌方根本没有主导权 不如直接跟美国华府来谈判 而在乌俄两国大打资讯战的同时 俄国总统普廷声称 有一群受乌克兰指使的纳粹分子 企图要暗杀俄国知名的节目主持人 但遭到俄国情报单位的拦截 俄国外长拉夫洛夫接受官媒专访话 说得很酸 拉夫洛夫嗆瞎认为乌方根本没有主导权 不如直接跟美国华府谈判 还声称早就把俄方要求寄给泽伦斯基 却迟迟没有回复 痛批乌方和谈态度有问题 不过人强调会持续跟泽伦斯基的团队接洽 同时俄国不满西方不断送武器给乌克兰 拉夫洛夫直言北约军援实质上是透过带领人 向俄国宣战 送进乌国的军火将成为合法打击目标 警告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 严重且真实不能低估 俄国官媒始终是大外宣利器 对普廷至关重要 俄方指控一群纳粹分子 奉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之命 企图暗杀俄国官媒知名电视节目主持人 索洛福尤夫 但遭俄国情报单位拦截 无二两国资讯站持续隔空交火 内容好逼 来电视节目主持人